汪峰和张子怡是娱乐圈公认的模范夫妻 他们都是各自行业的一线明星 当年的汪峰可谓是乐坛战剧半壁江山 出名擅长摇滚 弹的一首好吉他 而在当年汪峰每次发新歌都上不了热搜的耿 一直被调侃至今 我们都知道张子怡没有结过婚 当时没有结婚过的张子怡嫁给了汪峰 被很多人说汪峰配不上张子怡 原因是两个人在事业上还截然不同 甚至风格也是天差地别 其次张子怡在很早的时候便已经成为影后 之后又成为国际张 而汪峰在和张子怡在一起时 名气还没有张子怡大 还有因为两人的婚姻经历也有着很大的差别 虽然张子怡在之前也有过不少男朋友 但是他却是没有婚姻的 可是汪峰就不一样了 他不但有婚姻 而且和前妻还有孩子 孩子也是他这边带的 不过张子怡自从嫁给汪峰后 他给人的感觉真的像脱胎换骨了 嫌弃良母这个角色他扮演的浑然天成 如今汪峰与张子怡结合之后 更是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宝宝 名叫醒醒 然而在2020年1月 张子怡又给汪峰生下了一个儿子 可谓是凑成一个好字 儿女双全的汪峰 自然是对张子怡十分感恩 毕竟作为后妈 为了给他生孩子这么拼 也是十分难得了 而当汪峰与张子怡相恋后 不可避免的就是汪峰前妻的女儿小苹果 与张子怡之间的关系 虽然说小苹果和张子怡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两人依旧相处得很好 张子怡把小苹果真的是当成亲生女儿一样 在早前节目中张子怡谈起了大女儿小苹果 表示从骨子里心疼大女儿 当张子怡被问到作为后妈一开始有没有被排斥时 张子怡说完全没有 她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给小苹果过生日 从那时就叫她妈妈了 对于大女儿小苹果来说 更重要的还是陪伴吧 张子怡也是让她感受到了很多的温暖和宠爱 所以她才会这么的喜欢这个妈妈 随后侦探网友还直接将小苹果的一个社交账号扒了出来 在网上的她十分的活泼开朗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拥有青春活力的小姑娘 这同张子怡拍照时的闲境舒雅完全不一样 小苹果除了晒自己的日常之外 她发布的视频里还有着张子怡的身影 有一段视频是张子怡惬意地躺在小苹果身边的沙发上刷手机 视频中的小苹果连声喊了张子怡好几次妈妈 当时张子怡却没有任何回应 假装成一副不想理小苹果的样子 小苹果也知道妈妈张子怡在跟她玩 后来她直接把称呼换掉了 立马改口叫了张子怡一声小仙女 张子怡听到后立马微笑地看向小苹果 不得不说这样的画面看上去十分的温馨和谐 张子怡和小苹果之间的相处方式其实和大部分的母女是一样的 她们之间会有温馨的一面 也会有感动的一面 也会有调皮的一面 在张子怡生下女儿醒醒的时候 并没有因为醒醒的到来而忽视小苹果 可以说现在张子怡和王丰一家五口过得非常幸福 也祝愿她们可以永远地幸福下去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